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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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没人认识你啊 你瞧 鞋子上都写着你大名啊 你说什么啊你 莫名总 你我看啊 你愁勇敢的 他呀 只纯心找你晦气 救命啊 快救命啊 你才人哪 休休休 当天亲汉子 还喊救命 嘿 不对 事情不是这样子 咱们得过去瞧瞧 走 多谢大娘大救 举手之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 让我说嘛 就是那十足三怪之一的白发封魔女 她专门啊 那个疯婆子 她很凶的 她来我隐屈无踪 武艺很高强 而且专门找我们荒架之人的缠呢 对对对 她还把我们给 她又绳子把我们绑起来 还说 让我用嘴把她给她解开 对 不让我用手解 说是这样 让她一辈子 对 对 这倒是有心之人 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个是男方蛮族特有的一种风俗 这个是男方蛮族特有的一种风俗 这就是让全天下的汉子都能够明白 她这辈子有灾有难 百劫缠身 只有她的媳妇能够替她挡斋解难 要她心存感激之意 黄叔叔 你又不是男蛮子 怎么懂这么多啊 是我师妹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保我 你是不是疯了 大侠说得对啊 咱们从头来过 让妹妹慢慢和你姐 非礼物事儿童不宜 你也别想了 关门也不宜 大侠 大侠救命了 你可 抱歉了 这回可是你最早的 你们慢慢享受吧 莫菲 莫菲 你到底在哪里啊 莫菲 莫菲叔叔 别人在叫你 莫菲 你可知道今夜是七夕 是七夕 好可怕啊 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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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的夜里到处喊你的名字 刚才你不说你困了吗 快睡 别像老太婆东问西问的 睡吧 果然是你 你是 怎么 忘了 连你当年最爱你的小师妹柳如鲜你都忘了 如鲜 你怎么会变成这模样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没错 我已经死了 就死在五年前的亲戚 就是这一 就是你甩掉我 欺骗我 遗弃我的任意 没有 我真的没有欺骗你 还说没有 你女儿都已经五岁大 你说的是乐乐 我不止五岁 我都已经八岁大了 本来你早就开始辜负我了 没有 没有 他不是我的 你不用再狡辩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还有你的血 如鲜 如鲜 等等我呀 如鲜 我赶紧再找你算账 如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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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你们父女两个人是第一次到石屋县吧 我是这儿的父母官 你们放心好了 刚才那个疯女人哪 并不坏 也不全疯 她心地可好了 虽然武功高强 从来不取人家性命 如鲜 你别走啊 你等我啊 如鲜 如鲜 你等我啊 如鲜 莫叔叔 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你今晚就只知道说不知道 我知道望来的心事是为了寻根找娘 怎么莫非你也有心事了 乐乐临睡前告诉我 你们今天在路上 碰到一个疯女子 是吗 是文风啊 还是武风啊 八成啊 是看你长得英俊 想跟你搭讪搭讪 是我师妹 师妹 那你为什么不请过来一块叙叙旧啊 别提了 还叙旧呢 她恨不得把我杀了 吞到她肚子里头去 她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你一定是辜负了你的小师妹 伤了她的心 望来 别闹了 莫非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帮忙的 帮忙 我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 我要你们怎么帮我的忙 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跟我们俩说说 我跟江老板好替你出主意啊 哎呦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 你还把我们俩当成外人呢 往来 不要逼莫非了 他想说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我们 哎 还真有点掉人胃口 你少烦人了 没关系 我说 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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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快说 柳如仙 是我师父 唯一的女弟子 我师父 也一直把她当作 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我师妹 一直喜欢跟着我 不喜欢跟着其他的兄弟往来 没想到 师父生了重病 为了如仙的将来 就硬把我跟她送作对 啊 那这么说 你是娶了人家了 别打仗 听她说 哦 我师父 为我们挑选的日子 就是五年前的七夕 我左思右想 明明是不爱她 却要是娶了她 那我才是真正辜负了她 所以 我就临下了山 哎呦 喂 你真是个死脑筋 不爱就不爱 做夫妻就非得爱来爱去的 不一样过日子吃饭 我要是你 我 我就听师父的话 娶了她 忘了 你说的真简单 人家莫非哪像你 要知道 要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生活一辈子 真的比坐牢还辛苦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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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我辗转得知 没多久 我师父重病就死了 如歇 我听说 她是炫良自尽 你想到 今夜我看到了她 完全变那个人似的 是我害死了她 我害死了她 好大小啊 新军的包子 卖豆腐 刚出锅的又香又嫩的豆腐 老子 买豆腐吗 我不买我只瞧瞧 我这豆腐不能奢走 真的 小粉买卖 钱靠街坊邻居捧场 给 我快点一磋 没什么不值钱 那 醋炸丸子 给娃尝尝 谢谢 是南娃吧 是南娃吧 是南娃尔 是南娃尔 我 都 也过去南娃 是吗 多大了 要是还活着 也该结婚生子 不用客氣 再來 在沖啊 五年 再三月十 記著,我已經記了大半本了 你少啰嗦,趕快去吧你 記什麼? 寶石三克 豆腐兩文 油豆腐半斤 油豆腐半斤 你快點啊,我娘都快走遠了 快點啊,我娘都已經走遠了 你討厭啊,這不記啊 這不記啊 你笨死了 你寫上,她今天說 豆腐一塊 豎雜丸子一串 豎雜丸子一串 我是覺得很奇怪 我們記這個幹什麼 你娘她這個做買賣她能不明白嗎 你管啊,就是寄給我娘看的 我知道寄給你娘看 她呀,每天都過得那麼日子 那麼寒酸,那麼無聊 只有你寄下來,她今天回去看了之後 她就知道了 快點寫 快點寫 走了,別寫了,別寫了 走了 來,別寫了 你娘幹什麼帶給董梨啊 這你就不懂啊 是女人都愛嗆的嘛 她帶著董梨可以不讓臉曬黑啊 笨 笨 怎麼 我這個把扇子啊,你也擦擦點啊 不必啦 我另外,不吃這套的 走啦 欸 賣豆腐的 給我送兩把豆腐上來 欸 賣豆腐的 聽見老娘在叫你沒有啊 叫死了 你都不理我啊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啊 也不過是個臭賣豆腐嘛 拽什麼拽嘛 你都不理什麼東西你 老娘的豆腐比你的還好去 了不起啊 胡子 你幹嘛呢你 你媽 你沒看見媽 你在罵我娘呢 快呀快 去把我媽回去 我從另外一條豆腐多說啊 不准啊 胡子 這個沒用的東西 看什麼看啊 想看呢 就給老娘上頭來 我天啊 你是什麼個東西啊 改給老娘看你那副嘴臉 你一臭 唉 老小子 留什麼你別走啊 你留著 等在那兒 等老娘上來收拾你啊 就是 你別走啊你 像什麼樣嘛 唉 臭小子你跟我回來 你回來啊 氣死了 氣死了 你拿我了 這個去 唉 看什麼看啊 滾滾滾滾 有什麼好看的 誰看的 走走走走 看你這孩子 喝水都不像你娃 這個男娃 胡蘿巴丁往肚腿一塊 唉 渴死我了嘛 那你說 你娃應該怎麼喝水嘛 這 這 這怎麼教的 這不是書本上的學問 你回去啊 讓你媽教你吧 我不管了 我要你教我媽 我不管媽 我要你教我 我就不讓你教我媽 唉 唉 別鬧了 你也不怕我都開了笑嘛 我不怕 沒用的東西 你說你 早不來晚不來 你別對這個時候不來 忽然 現在早教我了 那我回去好不好 唉 別走 你把昨天晚上沒寫的 大字寫完再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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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師伴好 剛才你為什麼不幫我娘 把那錯的人給罵回去啊 嗯 你要我怎麼不罵這個 大娘 大娘 收攤了 不好意思 又是剩下的豆腐 你就上那吧 我才不好意思呢 每天都受你照顧 不是說好了嗎 這些就全中是春研學習的術修 一點都不成敬 我也覺得對不住大娘 大娘連我的份都一塊噪音 快別這麼說 別叫你是個糾小子嗎 謝謝大娘 胡佳 你還不趕快過來 我磨磨手都磨痠了 還不快來幫我 來來來來 我自己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對 來 師父 大娘 不要小心把豆腐弄到地方 来 我来帮你 这个地方真的不错 有山有水 挺清静的 我办事你放心 在这里避难 相信任何人都找不着你 记得了 天冷就要加衣服 要是肚子饿了 厨房里有干粮干裹的 要记得吃 亲爱你 我求求你了 能不能不让我在这个地方避难呢 不行啊 江阿姨要帮着望雷叔叔找亲娘 没工夫照顾你啊 可是我自己会照顾自己啊 再说 莫菲叔叔才需要在这里逃避 我又不需要白髮毛女 走会找她的麻烦啊 你错了 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要留在这边 万一 莫菲叔叔出了什么事 你可以马上来通知我们啊 可是 嗯 乐乐 你应该听江阿姨的话 有你在这陪着莫菲叔叔 江阿姨跟望雷叔叔 我们就放心多了 您的好风我就留下来了 我就知道乐乐最乖最听话了 不过江阿姨 望雷叔叔 如果找到您的亲娘 一定要来通知我 我好给她磕头 除她万事我无间 好 望雷叔叔答应你 到时候 我一定接你去见我娘 望雷叔叔 你要答应我 就算白髮毛女出现了 也一定要来叫我 一定 望雷叔叔答应你 莫菲 你要好自为之 可别乱跑 我当乐乐一样大 我只希望我们四个人 都能平平安安的 没有一个人出事就好了 江阿姨 望雷叔叔 望雷叔叔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了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可能没工作 但是不太不足了 我能够学习 就是这个 说的 怎么样 疼不疼 没关系 是我自己分心了 你是在享乐了 还有你急着想见的娘 又是你 今天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又倒是不打不相识 还请二位不要把上子的误会放在心上 今儿我们老爷想请二位升聚又要是上子 有这么急 是 这有点不尽情理 按理说县令大人应该先到钦差大人这来请安的 大人 大人 这个我们老爷 还是想亲自应验一下钦差大人您的身份 姚燕可以 请他一尊就教到这里来 我们老爷的意思是如果钦差大人您的身份无误 那么就请钦差大人一行立刻搬到府上去住 我们也好就近伺候着 伺候倒不敢 住进府里也不必 如果县太爷真的如此想见我们 我们就跟你走一趟吧 江老板 没关系 我相信县太爷不会亏淡我们吧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万岁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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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有血有泪的男儿不轻易下跪 现在爷宁愿冒七一军犯上的罪名 也不肯下跪 这不就说明你这儿的黄金 多得离了谱了吗 我是个没有学问的大老粗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嘴了 我一句都听不懂啊 新台大人明见 我们石柱县是天南的小县城 平时很少有上面的大人物来我们这儿 所以我们老爷呢也出于习惯一些凡文辱节 还请新台大人听海涵 海涵呢 这就奇怪了 既然石柱县不容易看到官场人物 那么为什么县太爷会对清差大人深恶痛绝 甚至因此被权为石柱三怪之一呢 谁说的 是谁玩我那种石柱县的三怪啊 问问胡师爷吧 胡师爷 大人大人 您又何必跟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老百姓一般见识呢 实际这也不能做到我爹讨厌清差 谁叫你们那个姓成的清差 抢走了我爹最宠爱的小气 这才叫我爹跟你们清差 接下了大梁子 谁让你在这儿断嘴啊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大不了做个王爸爸 你个王爸爸 少爷 您刚才不是要进去歇息吗 您才一早还有老师来上课 我看您还早点回去休息 我才不累呢 要不然我爹把我凌事叫过来 看看这个清差是不是真货 我那帮在西春流喝酒的哥们儿 才不会放我回来呢 你你给我把我妈妈呀 别让别让我让你 别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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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老爷 喝水 我明儿个就把少爷好好地教训一个 罚他一天不准吃饭 半个月不许沾一滴酒 少爷又错哪儿了 他刚才不是说错话了吗 少爷哪儿说错了什么 少爷说的全都是对的 是 那您是说那个钦差的 对 什么钦差不钦差的 大不了也是跟我一样 一肚子草包还在这儿耀不扬灰的 是 老爷 草包 草包 嗯 是 不不不 老爷 我想这所有的主意 都是那个叫江七月的女人出的 我听说她过去是一个有名的戏子 而那青年宋光牌是她的小跟班 真有奇事 对呀 老爷 所以为您出气的事就全包在我身上 我保证比他们过去在舞台上差的细腻 还要精准 哎 娘 你也要出去啊 哎 我做了几个肉包子给杜尔师送去 哎 娘 我帮你去吧 哎哎哎 怎么了 你不是个骨子月上市集吗 去完了可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反正啊 她也等惯了 你看看你这臭脾气 每天啊 要是人家受不了翻脸 你就知道 她敢 我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啊 嗯 小心点 小心点 谁呀 除了是你这个小丫头之外 还会有谁呢 谁呀 你为什么有风干alo来玩 我呀 是给你带热包子来了 你快过来吃 包子还热着呢 来 你娘她没来 我娘 我娘她忙着呢 对了 刚才你这写什么呀 你没动 干嘛 你怕我关于你的秘密啊 那么紧张 却道无情是勇情 你这上面写的是谁呀 什么爱不爱呢 越来越没规矩 小时候看我杜大叔 想到了在我学堂里 念书写字 看我杜先生见得好了 见到我连教都不叫什么 看将来啊 连看我都懒得看一眼后 我没有嘛 人家只是 不知道教你什么好吗 你可以叫我杜大叔 你眼睛都可以啊 我才不要叫你大叔呢 你看下去一点都不老 而且 有点挺像 有点像我刚刚 你别赞美我了 我比你娘还要大一两岁啊 反正我不管了 你跟我娘无亲无气的 人家呀 才是稀罕你的大叔呢 说来说去 难不成你不喜欢我这个大叔啊 没有啦 我在故事不喜欢你呢 我不是 这样子我不说了 我走了啊 来来来来 生言 哎哟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嘛 干嘛 你怎么都不来烦了 不来烦你可以走嘛 谁叫你等我的 算我说错话了 你不要生气嘛 好不好 我给你听不信 好吧 这次就算了 如果你下次再这样跟我说话 你看我还理不理你 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会了 今天不是赶集吗 怎么都走了 都什么时候 当然要走了 都走掉了 我还说逛逛 我是看你半天没来 我就自个做主张帮你挑了一个 不晓得重不重你的意义 什么东西 你看看 好漂亮的玉琢呢 好不好看不大 好看 好看好看 你戴什么都好看 不错 很容易 看多好呢 不要 好热 给我给我 拿着 喜欢吗 喜欢喜欢 漂亮吗 漂亮 太漂亮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胡子 比较可惜了 那好 今天 你和牛侠看好不好 真的 看得好啊 走啦 看得好 看得好 真的还有豆腐吗 对不起 今天豆腐卖得快 又卖完了 好不好 等我上午出来卖碗豆腐 再卖给您好吗 可以 对不起啊 对没事 谢谢 谢谢 买豆腐的 听说 你卖豆腐很不老实啊 经常的短筋少两 很多人都已经把你告到县衙来了 没有 没有 但是 这中间一定有误会 误会 怎么可能会有误会 我有人证 他大爷是否提高全职器名 好让名副亲自上能贴罪 当然可以 他就是西春楼的当家 人称桃花的嬷嬷 不过 要想了了这场官司倒也容易 只要你去桃花那报道 他正在寻找几位故人 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 只要你去了 我立刻就把这个官司一笔勾销 你听见了没有啊 听见了 站住 你怎么从头到尾都不抬头啊 我觉得 你的声音很耳熟 是你 韩笑 没错 是我 真的是你 我倒是真的没想到 这么多年 你既然留在了石柱县 没有走友谊 我是可以走得远远 忘掉这里的印象 可是我总抱着希望 希望我的春望 有朝一日 总归会回来找我 谁 谁 还有谁 你的老星跑 谁 找我干什么 老乡好十几年不见了 去去就不行吗 我都忍好珠黄了 你就放过我一毛 忍老珠黄 怎么会呢 你只要再像点胭脂花红 我担保你 还是西村楼里 被惹眼的头牌 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你磨豆腐磨出毛病来了吧 你以为你的人能跟豆腐一样 清白无瑕吗 无心看 你没有想到十几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受狠 哼 我说过 无论是谁惹到了我 我要是不让他家破人亡 就势不为人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给我老老实实 安安兴奋的别耍花样 我跟你的旧账还没有算清楚呢 你休想透过我的手掌心 否则的话 好 你今天开工 累不累啊 不累啊 就干那么一点活怎么会累嘛 那就好 你别一天当我老黑黑的好不好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快说 我今天第一天到茶馆打工了 我好开心好开心哦 你怎么了嘛 你是不是漏婚头了 你今天已经说这句话说了七八次了耶 你不要听了 我要走了 不要走 不要走 我马上就说了嘛 那好 一次机会啊 你快点说 我可是急性子啊 我说 先坐下吧 嗯 说呀 我我就说了嘛 哎呀 我要跟你道歉了 道什么歉啊 因为我 因为我骗了你 你骗了我 你还能骗我 那你说来听听 我 我 我 哈哈 不不不不黑黑啊 我 是这样子的啦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在张园外那边打工的 我是在 哪里啊 是在洗橙楼的厨房打扎工的啦 哦 我知道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谎 嗯 你不会生气啊 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在金园里面打工也没有什么丢脸的嘛 又不是偷又不是墙对不对 那就好 哎呀我一直想找一个震惊的活该子啊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 哦 说完了啊 那我走了啊 哎哎哎哎哎哎还没说 喂你别拉拉扯扯的好不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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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骗你一点 还有啊 我拜托你一次说完好不好嘛 我 哎 哎 其实 我娘并没有死的 真的啊 嗯 那你就是有爹也有娘啊 不对 是 有娘 没爹 有娘没爹 有娘没爹 有娘 那不就是跟我一样啊 对啊跟你一样啊 嗯 那你知不知道我 你我娘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啊 难道是西春楼的老宝啊 你干嘛 你觉得表现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吧 我猜中了 哎哎哎哎哎 我一个事告诉你 又有什么新鲜事啊 不是我 是虎子 虎子怎么了 她跟我说 说她娘早死了 其实啊 她娘活得好好的耶 哦 真的啊 嗯 那太好了 好什么呀 好 你要知道你就不说好 她娘 是西春楼的妓女 老宝啊 那 那也没什么了 还没什么 啊 如果是我 我怎么羞死了 坏了是我的娘啊 可怕 多少柔情 多少泪 传奇 往事如言去不回 想起过去多少欢乐 如今已随流水 多少柔情 多少泪 凉着美景去不回 剩下一片迷离梦境 梦醒是根伤悲 过今的梦 爱情的梦 如今已消失 爱情的我 爱情的我 如今已枯萎 多少柔情 多少泪 泪已流干 心一碎 长夜慢慢往事 不变 无尽独自沉醉